这个有一个什么说法吗 就纯手工的这个茶叶下落的速度会快还是慢 会更快一些 会更快 会更快一些 茶叶有一个鉴定的方法叫茶叶审评 那么审评的时候的话 我们都会用一个100度的温度去充套不同的茶类 其实是刻意用100度 刻意的 所以在100度的时候是最能够看到 它的一个沉浮的一个速度的情况 今天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热水瓶里面 我们把温度控制在 就是它现在目前比较合适的一个85度 85度是能够让我们喝到一杯西湖龙井的鲜美之欲的 同时它的香气也同时是相对的丰富的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大家 在冲泡西湖龙井的时候用一个85度 但是好的西湖龙井 像您刚刚看到的 过温都有200多度 它是不怕100多度 不怕100多度 所以关于这个温度呢 我觉得80度也罢 85度也罢 其实都是一个建议 不同温度的水 泡着茶口感不同 是的 对一个爱茶的人 我觉得哪有一个最好的标准 我自己的个人心态是 我都要去试一试 对 都试过之后 可能我会相对固定在自己的一个选择 找一个自己合适的 喜欢茶叶 也希望在茶叶当中能够寻找到自己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可以去多多关注我的账号 然后最后我要再次隆重地介绍一下范俊文老师 他是杭州本地人 今天我是特意邀请他来 谢谢大家 帮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龙井村 还有这个龙井茶的文化 也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要来杭州作贺 到杭州来找我们 喝一个我们的西湖龙井茶